我的意思也就是說 因為他突然成名了 對於孫耀威來說 其實對很多人來講 這個是夢寐以求的 可是你心裡面一直覺得 你有一點排斥 你剛才又說 進入了你的叛逆期 為什麼呢 突然來的名利不好嗎 其實是很好的 下面公司幫你照顧得好好 可是我那個時候 因為我實在是太小了年紀 所以我沒辦法去接受那麼多東西 所以我就進入了這個 所謂的我的叛逆期 就是開始覺得 你要我笑嗎 我騙不笑 你要我乾乾淨淨嗎 你不給我去 幹嘛 你把自己塗黑 塗髒 沒有 我 一開始我進這行的時候 我是不能打籃球的 在室外 在參謀公司有這樣的一個規定 怕我曬黑 一定要白白嫩嫩的這樣 白白嫩嫩 陽光嫩嫩 所以在孫耀威的心裡面 她的那種不滿 或者是想要反叛的情緒 就越來越強 就開始就留鬍子 然後有時候就故意不化妝 然後頭髮就亂亂這樣 OK啦這樣 然後到 我在日本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 就剛好已經到一個邊緣 也剛好是我的合約已經滿了 在台灣好像剛滿完 就是合約結束 就說要過去了 演唱會要那個 我想說我去日本應該 還有幾天的時間 我覺得雖然很趕 但是我覺得至少 可以跟那邊的舞蹈員 去練一下啦 還有一道日本歌詞要去記 沒想到我去那邊的時候 是每一天都有通告 直接到演唱會那天才是 才是去演唱會 對 可是之前你根本沒辦法 好好的去準備跟練習 我知道我那演唱會出來 肯定會很糗的 因為我肯定會 那個歌詞會唱錯啦 然後可能舞步要記錯啦 因為你根本沒有時間 去準備跟練習嘛 對 跟人家記那些 所謂的日本歌的話更不可能 那我是一個非常 自我要求的人 我覺得在那種情況下面 我會很痛苦很痛苦 我會哭得稀哩啪啦的這樣子 所以後來我就 在那天晚上 第一天到的時候跟他們開會 知道那個節奏 我就已經整個人是已經快要瘋了 然後我又 你又不跟我談合約 我幫你免費打工 打了半年了已經 什麼都排得好好 其實是夢寐以求的 真的所有人 但是我那個時候 我說我不在乎 我說我要的是一個公平的 一個合約跟對待 然後就在那個時候我就說 至少你讓我演唱會好好做 我去排練嘛 然後就有一個 因為我們都用英文去開會 有一個唱片公司的高層 他可能 我也不曉得他英文不好 還是怎樣 他就講了一句帳話 就罵到我的媽媽 那我就覺得OK 我終於觸碰到那個底線 那個底線 我跑去廁所裡面 我就一邊尿尿一邊哭 然後 你不會分別做這件事情嗎 因為要同時做 OK好 忍不住 因為你沒有約的問題 不然我在想說 你的膽子很大 因為不管怎麼樣 你大家都在等著你 然後那個場子是已經就是在那邊了 你就這樣走掉了 你會讓多少人傻眼或者是垂胸頓足 你知道嗎 那個後果可能是很嚴重的 是很嚴重的 但是我知道因為本來就沒有合約嘛 所以也不關我台灣唱片公司 他們也不會有任何的法律責任 因為他們跟就是也是沒有 合約的全部都已經過了 那問題是應該很多人會阻止你 你是如何逃走的 那個我記得在走的那一天 我找了我的朋友的一個日本的 的一個親戚 一個親戚 然後就幫我在機場裡面就用盡的 因為必須要親自去那個拿那個登機證 那個登機證 但是他有辦法幫我拿到我的登機證 然後在沈殿機場的每一個入口 都有那個日本電視台 Nihon TV的那個 Nihon TV的那個那個電 就是我唱片公司 輔述那個電視台的員工 都在每一個沈殿機場的那個口 把守著 就是他們已經知道你已經跑掉了 他在想我就是一定會跑 所以他們在我離開的第二天開始 他們已經派人在那個沈殿機場的那個口 就是怕你就是出這個機場 因為我一出去 我的工作證就作廢了 我連再回來 把我抓回來都抓不回來 OK OK 所以要防止你出去 對 問題是我就用 因為我是跑一百公尺的 因為念書的時候 好好好 他是用跑一百米的速度 去逃離這個日本的這個機場的對不對 不然就進去 然後進去我就 一進去過了海關那一刹那 就等於是沒了嘛 不能回頭了 對 已經過了海關了嘛 就是你已經算是出境了嘛 對 對不對 然後我並沒有說很難過 我反而是 如釋重負 對 所以那個時候基本上已經 那個小孩子已經到了一個情緒 已經到了一個 到了一個最高點了嘛 對 你不能夠再忍受了 我終於可以 我終於可以做壞事了 那種感覺 你不會擔心說 那這個怎麼跟人家交代 或者是說我接下來的演藝工作 怎麼樣連續 你不會擔心這個嗎 我覺得那個開心不是說 真的是很快樂那種開心 而是說我終於不是每天起床 不知道我在哪裡 然後好像原來我在新加坡 我對 我在做宣傳 然後那種感覺 我就每天起床 那時候我記得我跑去 我有在美國住了一段時間 就是心機勃勃的 要去寫歌創作 重新再簽合約的時候 發現原來這個世界 可以變得很快的 就是你回來 這個演藝圈不是說你想要 回來就回來 什麼時候就什麼時候 對 而且它裡面 一直不斷在改變當中 對 你回來之後 然後同時我也遇到很多的 不如意的事情 就是本來跟唱片公司要談好 結果要跟我簽約的人 當天我要從台灣回去那一天 因為我那時候 都有常常回來台灣 偶爾 我記得那天我在台灣 要回香港簽這個合約 結果那個人突然間 那天撞車死掉了這樣 就是很莫名其妙 怎麼這麼戲劇性啊 很莫名其妙 所以你那個時候就 陷入了一連串的不如意 就是事情都很不順 對 很不順的時期 然後在那段時期再過了之後 又再拖了差不多一年多時間 然後就等於是一個偶像 其實我才發現原來 他丟下來一年 你基本上就等於沒了 原來那個根 所謂那些粉絲 我愛你 心不變 這是我的歌名 原來馬上就變了 那是因為你先落跑的嗎 你怪得了誰呢 你知道 你需要沉澱 歌名也要沉澱對不對 他曾經思考對不對 OK 好 所以你想要再回來的時候 其實是發現了一些困難 然後也不太順利 所以對你來說 那個時候收入就突然沒有了嗎 就對啊 就看到銀行的零 其實已經少這樣子 那會很恐慌嗎 會很緊張嗎 當然會 當然會 因為你其實也是 一個很負責任的小孩 你是家裡面的老大對不對 對 然後你好像 自從你開始會賺錢之後 你就覺得說 我可以 我可以幫忙佳計 而且我可以 負擔妹妹的學費 好此不此她的成績很好 都考到那些非常好的學校 對 那些好的學校也是貴的 是不是 我記得我在後來我 他畢業的時候那一年 好像是02還是03年 我在大陸在拍戲 我怎麼請假 我都請假飛到那個英國去 對 因為他在那個 那個LSC 倫敦那個經濟學院 它是全世界基本上 數一數二的一個經濟學院 他還拿到那個第一榮譽畢業 你的妹妹 對 你有兩個妹妹嘛 大妹跟小妹 小妹是這個倫敦經濟學院 第一名畢業 對 哇 那你這個老哥也覺得欲有榮言 對 對 在台上面我會感覺 你這個錢花的也覺得很驕傲 就像個爸爸這樣子 有